警察就問我啊 啊為什麼你要在這邊 我說我來找我老婆啊 啊你老婆是誰 啊我說老婆是李明山啊 啊為什麼他爸爸報警抓你 啊我說我怎麼知道 哥哥說丟妹下個月跟大家見面 嗯對好那就等著跟他見面啦 把這邊一百多個員工拋著 鳥都不鳥到別的地方要跟人家見面 我是不懂這個邏輯是什麼 個性不好就 對啊就分開 丟丟妹把婚變老公南下巡期 火鍋吃一半被岳父報警抓走 單月就能破兩葉營收業績的 直播天后丟丟妹 身影直播間半年 傳出於老公王興正 混變分居中 不只直播發文全數刪除 網友還發現他另起爐灶 開了新的粉絲團 明顯切割丟丟妹 打算以本名李明山回歸 我跟丟妹到底發生生了什麼事情 我之後一定會跟你們講 他絕對不會是現在 因為我不想要當 先出手的那一個人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畢竟是家無事 你聽得懂嗎 據悉丟丟妹老公是北部海鮮疲乏商 丟丟妹這個稱號 當初是由老公等級商標 如今合作關係出現戀痕 丟丟妹才會大動作切割 跨年 我也沒有小孩子在身邊 老婆也不在身邊 然後生日要到了 老婆小孩也不在身邊 結果接到的是什麼 一指訴訟 哇XX真的是屌 完全沒道沒理的 就要找我去開什麼協調 我的媽真的是傻眼 他真的是垃圾 我不是說丟妹啦 我是說我自己 搞不好是我的問題 對現在離婚了很多 聽了這個話很難過 老公無奈地說丟丟妹想離婚 不找他溝通 而是直接找律師 自從11月5號丟丟妹毀彰化娘家 雙方就斷簾至今 他曾南下找丟丟妹 卻被岳父離親府報警處理 雖然兩人還沒離婚 但王欣正已打算放棄這段婚姻 關鍵在於當年丟丟妹奉子成婚 岳父到現在依然無法認可他 猜測這次丟丟妹毫無預警回娘家 就是受到岳父和丟丟妹的姐姐煽動 強調沒有外遇 沒有賭博欠債 希望外界無奪作聯想 因為我那時候是開著我的車下去 因為那時候我的車被扣牌 所以我用那個AB牌 因為他不讓我去見丟妹 然後他福哥就報了警 火鍋吃著吃著吃著 就進警察局了 我被抓得有夠懵逼的 我到警察局警察局還跟我講說 你這車是誰的 我說車是我的 你這個牌是誰的 牌也是我的 為什麼你要在這邊 我說我來找我老婆 你老婆是誰 我說我老婆是李明山 為什麼他爸爸報警抓你 我說我怎麼知道 我一臉懵逼 我就進警察局 就呆了五六個小時 沒錯 講得太對了 什麼叫做好聚好善 我很贊同 可是當有人 不要跟你好聚好善的時候 搞一堆小事情 你要喜歡聽八卦 我之後慢慢的跟你們講 我這個其實已經嚴格說起來不叫八卦 叫什麼你知道嗎 叫黑暗 福哥說 丟面下個月跟大家見面 嗯 對好 那就等著跟他見面 在我這邊 是絕對看不到了 好不好 哇X好高的 好像剛出道一樣 哇X明星光環 加持 做什麼事情都是對的 把這邊 一百多個員工 拋著 鳥都不鳥 到別的地方要跟人家見面 我是不懂這個邏輯是什麼 他到底為什麼不見 那就等他見面的時候 看他怎麼跟你們講 他會不會在福哥嚴選 這個我不知道耶 我目前聽到的是 我目前聽到的是 反正這 蛤 這都一樣啦 反正就 股東TiT恤的 反正什麼事情他們都幹得出來 這個我就不想要再多講了 這個你們大家吃瓜的人 就自己 去判斷 好不好 不會是離婚吧 沒有啦還沒有離婚 離婚的時候 我都會第一個時間跟你們講 還沒還沒 所以丟妹的王董抓狂了 我跟你講這個其實不是丟妹惹我抓狂 還是我惹丟妹抓狂 這個是 周遭的人在做的一些行為 會讓人家很抓狂 海水退了 就知道誰沒穿褲子了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麼簡單